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正在进入第五维度 传导作者 西蒙 斯蒂德沃 萨蒙斯蒂德沃 七个基本的信号标志着 你正在进入第五维度 比较酷的方面是这些信号 几乎在所有人身上发生 也会有更多的多次元经验 会自然地在从三维到五维的转化过程中发生 然而这七个信号是确定在发生的 如果你愿意保持信任 爱并对你的高我臣服 你就会自然地扬升和打开自己去经验第五维度的意识 以喜悦和不费力的轻松感 我接收到的最棒的建议是 不要把转化太当回事 找到乐趣 并且记得这就是一个集体和个体意识层面的觉醒 一个大规模的意识游戏 享受这个宏大的灵性冒险 这真的是一个充满惊奇的旅程 一 日常生活会更多的充满喜悦 轻盈爱和奇妙 第四和第五维度 就像是在接受一个你的控制软件和DNA硬件的重要升级 感觉上 就像是你的身心 会在一个全新的最快速的电脑中工作 速度如同光速 如果你选择重新启动 比如冥想 练习 或者吃素食 会帮助你的身心更加的稳定 扩张 思维更加犀利和有创造性 记忆力更加 并且会让你的整个生命更加容易 在从三维向四维过渡的过程 你会时不时地经验到深层的内在平和 以及想要放下对生命中的一切的掌控 当你在早晨醒过来 你会发现 会更容易停止逗留在任何三维的问题中 比如 金钱匮乏 缺少爱 太多账单要支付 债务 日程 健康 没有足够的时间 太多事情需要做 在四维和五维 不太会生活在恐惧之中 当你的业力 潜意识的能量模式浮现出来以便被处理和释放 你会感觉到 并且自然地从内在开始放松 并放下 有深层的信任 敏感和能力 去感觉到你身体所秉持的旧有模式 不要过于认同它 要记住 你是无法被任何可量化的经验限制 或者打上标签的 你如何知道自己 正在进入第四或者第五维度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宽敞和光亮 你在每个当下开放的信任 生命本身是持续的不费力的流动 在你的内在 会生出对于生命的真实的惊叹和欣喜 而这自然的轻盈和光亮会帮助你 欢迎全新的机会 带着真正的爱和感恩 二 你所细带着的沉重的负面问题 会更容易地释放和更快速地流经你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学习着灵魂 希望他们学习的功课 你也一样在学习如何放下 释放负面 渺小 无力 无能和贫穷的意识 你会释放所有的旧的沉重的负担 那些你已经细带了很多轮回的负担 这是唯一的进入更高正平的四维和五维的方式 那里充满着信任 轻盈 欢笑和爱 任何你的身体所秉持着的老旧的记忆 那没有跟上最高正平的记忆都会浮现出来 让你去感受 审视和重新经验 你的工作就是使用那些信息 就像一个跳板一样 帮助你去到更深 去到核心 由此你可以与自己存在的核心整合 彼此交融 并且转化 这就是真正的炼金术 相比 花上几个月 甚至几年 通过心理疗法来释放你的业力 这只会花上几分钟 甚至几秒钟 这就像宇宙在提升自己的速率 从而你这个炸之机 可以把你那些稠密沉重的物质 想法和感受 去除 保留营养的精华 这会带给对生命开悟般的经验 就像变成了一体之光 三 你会物理性的通过感官经验到整个世界的美 世界的颜色会看起来更加的明亮 强烈 生机勃勃 你会看到更宽平的颜色光谱 就像是彩虹色的颜色 当你变得更加敏感 颜色会看起来更加的美丽 并且有着快乐的镇屏 当你遇到同样生活在第五维度的人 会有深层的快乐浮现出来 甚至留下喜悦的泪水 你将能够听见造物的神性之歌 永恒之嗡 寂静之声 你可以调频去收听光之交响曲 就像永不停息的背景音乐 把喜悦之类带去你的心 你会感觉到 并且知道自己 正在跟第五维度的存有沟通 他们在跟你调频一致 通过在胸腔 心和腹部体验到的深层的彼此交流的感受 你的心智会更加激进和放松 并且 你不会怀疑自己在从他们那里下载信息 当整个星球的每一个存有 都在接受自己的升级 听到来自第五维度存有的信息 将变得越来越容易 然而真正的工作 在于将他们所说整合和应用在你的生活 这就像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 进入到物理课堂 努力记住 并学习 把这些相关的信息融入自己的世界 大多数人 将在看到存有们 对他们讲话之前 先收听到那些高维度的信息 这完全取决于你的心念系统和你超越限制性思维的能力 是他们限制了你的意识 去经验不可能的事情 四 时间会感觉更加流动 永恒和虚幻 你会越来越像水一般 从一个事件和生命经历 流向下一个 将不会对事情 为什么如此发展有评判 或者不舒适的感觉 你会意识到 你不是完成事情的人 是完成了的事情 流经你 一天中 还是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 但是他们会非常的新鲜 充满光和爱 如此为你的生命创造出时间 并不存在的感觉 三维世界的两个星期 可能感觉就像是五维的一个月或者更久 一天中 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可能看起来不会以顺序或者直线发生 你可能会以随机的方式 经验到他们 或者在一秒钟之内 从A跳到H或者Z 当你理解生命 并无终点 三维视角的时间 将看起来更加的无意义 就像幼儿园的思维 你会知道自己是永恒的存有 没有死亡 并且充满力量 你会意识到 当你在这个肉体的生命结束 你会继续 并且将永恒 你会毫不怀疑的知道这一点 五 你会经常地 有无法解释的同步性经历 并且会经常地 有奇迹般的显化 令人惊叹的同步性经历 会每天都发生 宇宙会持续地对你说话 给你信号 告诉你去哪里 以及做什么 感觉就像是你走在一个充满奇迹的旅程 一切皆有可能 你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 关于宇宙的科学化 逻辑化的认知 会一点点地瓦解和消逝 不管你曾经认为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 都会在你眼前发生 一个朋友在电话中 给你提的问题 你会从正在收听的电台之歌中 找到答案 或者答案有的时候会在问题之前到来 甚至同时 当你的第三眼彻底地打开 你会开始看穿三维 并且看见四维和五维 这意味着 你会开始看见天空中的光 门户和能量的层次 或者在你的厨房餐桌的上方 当维度之间的帷幕越来越薄 你会越来越看到围绕在身边的真实第一切 你可能开始看见 已经存在这里的星际存有 UFO飞船 奇异的事情 他们只是不能被正常的人类眼睛看见 感觉就像被屏蔽了 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因为 此刻在星球上的能量是如此之高 那些黑暗的存有 无法存活于这个阵屏 你会意识到 我们都是星系社区的亲密组成部分 并且被充满爱的 最高灵性的 开悟的存有 所照顾 科学和灵性 开始真正的合一 随着你与万物合一 你会发展出全然的理解 知道一切是如何运作的 练习倾听来自更高国度的指导灵 你可以在任何时间知道任何事情 不管别人问你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链接阿卡西记录 给出立刻的答案 你可能会预见未来 某些事件会如何发生 然而不会预见到具体的未来事件 因为 这并不符合生命的神秘和喜悦 生命本就是让人探索的充满奇迹的冒险 所以 你屈膝并尊敬生命的神秘 知道一切都会完美地向你展现 六 你会知道 并且感觉到远超出你的想象力的神性指引 当你的头脑变得极尽 你会能够听见 来自其他维度的指引 这可能来自天使指导 指导灵 过往的祖先 或者更高维度的存有 向你展示回家的路途 当你向此调平 你会瞬间意识到 在你身边有着来自更高的维度的 非常多的存有在帮助你 不管你与谁链接 你都会感觉到极度的支持和安全 因为 因为 这个星球上的镇屏如此之高 黑暗能量是无法生存的 你可以百分百的信任你拥有的链接和经验 大多数人 将可以第一次通过第三眼看见这些存有 每个规则都有例外 但是只要你愿意 你就可以开始打开第三眼 看见这里真实的存在 简单的花大部分的时间 观想明亮的光 再点亮你的头部的后方 如果你想更加清楚地听到其他存有 再跟你说些什么 你可以请求他们协助你进一步完成一个迷你升级 学习如何向他们调平 就像是你收听最喜欢的电台频道 七 你可以连接到你的真实多次元身体的奇迹般的能力 因为 时空是幻象 一切物质都是能量和意识 你由同样的物质所组成 就像你身边的一切 你可以在心智的层面显化最令人惊叹的事物 随着你越发的沉浮 有耐心 越多的练习 你会意识到你就是神 并且可以探索内在隐藏着的神力 这意味着 你可以在三维的物理世界中 显化任何 包括全心升级的身体 你可以学习如何用手穿过固体表面 物理性的漂浮起来离开地面 用心智移动物体 同时存在多个地方 你可以经验任何你能够想象出来的事情 更高级的存有 会协助你 甚至帮助你 时空穿梭 去到其他的时间或者维度 你会进入到你的存在的球面 意味着 你可以跳跃到任何一个你的生命事件中 立刻去到过去或者未来 去经验你 希望经验的任何 你会意识到自己是星系社区的亲密组成部分 并且意识到 有比我们的文明先进几百万年的存有 在过去的四十万年 都在这里看着文明的一举一动 你会感到这个全新的家庭 在拥抱你 并且你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根 在哪里 我们都渴望在最大的程度 享受我们在这里的时间 在此星球的能量和振平扬升的时间里 我们必须保持高振平 如果我们想要以开悟和享受的方式 彻底的探索这个世界 为了做到这样 我们必须深入的进入内在 细细在那个寂静的源头 那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必须愿意去放松 永续一切旧的舒适地带里的习惯离开 进入未知的领域 允许你们的眼睛舒适的闭上 专注在你的呼吸上 把气息吸入进你的身体 放松你的腹部 让你的头脑柔软下来 感受到你之下的支撑 与大地连接 让它承载着你所有的重量 学知道你身边的声音 让它们在那里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